总统马英九发出了这个新闻稿 希望大陆开创人权新局 不过呢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却批评 马总统成为国家元首之后 在六四这一天都只有发出书面声明 没有实质的纪念行动 而为了展现对大陆人权的关注 民进党今天就特别举办了一场论坛 邀请专家学者讨论相关的议题 六四天安门事件24周年 民进党举办面对中国人权论坛 纪念这一天 主席苏贞昌认为主张人权和自由 有助于大陆面对历史创伤 更能朝中国梦跨出实质的一步 两岸关系也可以在这之上进行交流 中共一定要面对六四事件 才有助于中国社会面对历史创伤 重建公益 要能以人民对话 这样中国的未来才有出路 中国人民的生活才能取向美好 而两岸的交流也才有坚实的基础 孙昌除了发表六四感言 对马总统的态度更是颇有为辞 孙昌批评马英九当了总统之后 在六四这一天都只有发出书面声明 不再像以前一样有实质的纪念行动 没有强硬的立场 没有坚持的主张 那不但没有对中国的人权表示关心 也是对台湾人权的却步 了无新意吧 不过其中提到说 中国人权只要愿意谈 也算是正面发展这一点 我也觉得马总统大概 就是对中国政府的要求 有点太低了 时间改变了很多人 包括马总统在内 我感到遗憾 六四这一天 天朝也选择不同方式纪念 但除了大陆人权问题 依旧是各界关注焦点外 在野党也没忘了 要趁机批评一下马总统 有点TV陈明晏林云台北报道